20多岁人生定向的关键十年 生日快乐 看看你20年里长成了一个优雅、聪明、又有热情的年轻人 马上你就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十年 人生定向的关键十年 人生定向的关键十年 20多岁不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十年吗 实际上在下面的十年里 你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听完这个小故事很快你就明白了 这位是Bob Bob在很好的地段买了一块地 想在这块地上建一栋房子 他梦想中的房子 那么Bob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从地基开始 稳固的地基是房子的基础 没有稳固的地基 房子没办法往上盖 即使盖了迟早也会倒塌 这就像是人生的第一阶段 你的幼年经历为你打下人生的地基 就是你的人生观 理想状况下 很好的幼年经历会帮你形成好的人生观 Bob打好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地基 然后去找他所有的建筑材料 这些建材可以帮助Bob决定他可以盖动什么样的房子 同样在人生中 积极的人生观形成后 第二阶段就是自我发现 十多岁的你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也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认识 自我认知非常重要 是设计人生的钥匙 再回到Bob 基于已有的建筑材料和他自己的梦想 Bob画了个房子的蓝图 没有这个蓝图 或者画错了蓝图 Bob最终会造一个自己很不喜欢的房子 这正是人生的第三阶段 你现在就要开始这个阶段了 人生定向的关键十年 也就是二十到三十岁 基于你自己的认知和真心的愿望 你将做出几个重大的人生决定 无论是在学业 职业 还是个人生活方面 接下来的所有时间里 Bob按照蓝图来建造房子 虽然费时费力 但是Bob很享受建造自己梦想房子的每一分钟 同样接下来的岁月里 你也将按照你的决定 去发展你的事业和生活 虽然需要多年的不断努力 但是你也会很享受创造梦想的每一天 Congratulations Bob终于建成了他梦想的房子 你也明白了为什么二十到三十岁 是人生定向的关键十年 当然这个世界并不理想 人生问题多多 幼年地基不稳 自我发现欠缺 人生的决定错误 但是不用担心 我们通过反思修正 得以学习成长 所以自信地开启你新的十年吧 描绘你的梦想生活 而且二十多岁 也确实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十年 享受吧 生日快乐 自我发生了一个月的梦想生活 我发现了一个月的梦想生活 我发现了一个月的梦想生活 现在通过好